每天在公司内,男人表面是快递公司员工 但其实他的真实身份是忍者世家的高手 手里建在他的手中更是被耍得神乎其神 甚至就连他的公司一旦得到命令 所有同事都会化身为顶级忍者 可这一切,只有同事先发小的鹦鹉知晓 可他们并不知道,男人的妻子盈盈也是一名忍树高手 他经常会在早上晨跑时,无意间暴露自己的轻功 因此,他也会时常抱怨自己,实在是太不小心 但同在屋檐下生活两年的二人,都不知道互相的身份 甚至,更是在平淡的生活中愈发疏远 银银的师妹也认为,普通人与忍者之间不可能有美好婚姻 就在两人通话过后的第二天,银银也接到了组织派来的任务 尚曾命令他暗杀国会议员 与此同时,同为忍者的丈夫乌郎也收到了风声 有人正试图暗杀国会议员 所以他们的公司决定,全体出动保护议员 就这样,处于敌对势力的夫妻俩,即将开始第一次交锋 为了第二天行动能够顺利 银银来到秘密基地,开始整理装备 怎料一回家,竟看见乌郎,不仅将家里弄得乱七八糟 甚至还开口说肚子饿了 看着自己选的男人,银银顿时感到一阵头疼 更让银银难受的是,即便是饭做好 乌郎不仅不吃,甚至还吐槽中午吃的也是咖喱 紧跟着,银银一抬头,竟发现自己真实的书 居然被乌郎当作捉店,放置了可乐 两人一子也大吵一架,乌郎对此也是懊恼不已 他实在是无法相信,仅仅是两年的时间 曾经爱的两人,怎么会走到如今 相看两眼的地步,这时他也想起 银银也曾告诉过自己 这本书是他最真实的东西 知道自己做了错事的乌郎 连忙跑到银银面前,深深鞠躬道歉 试图得到银银的原谅 为了表达自己认错的态度 他还提出,晚上七点,去最初约会的餐厅 两人一起共进晚餐 银银看着一脸真诚的乌郎,便也答应了下来 很快来到两人执行任务的时间 潜伏在不远处的银银 利用无人机潜入议员的家中 尽管无人机声音不大 但还是被敏锐的乌郎察觉 于是,他悄悄躲到阴暗处 趁其不备投出一发手里剑 直接将无人机给打了下来 看着屏幕突然黑掉 银银也意识到有高手在场 所以赶紧按下自爆按钮 随后开始思考,保护医员的高手究竟是谁 无奈,约会时间快到了 他打算下次再调查这件事情 当务之急便是前往赴约地点 与此同时,医员由于无人机的出现 产生警惕 于是要求所有人彻夜执寿 乌郎虽心中焦急万分 可也只能干着急 因为只能在无尽的失望中 期望乌郎的到来 等第二天乌郎回到家中时 一切都已为时已晚 桌子上仅留下了一份离婚协议 甚至不论他怎么发消息 也都没能得到盈盈的回信 殊不知,就在他发出的功夫 一个人也已经偷偷潜入医员家中 并且同事们也不是此人的对手 进一个照面 就被潜入的人纷纷撂倒 直到这人从庄园内出来 乌郎才反应过来 内部已经被渗透 追逐之下 为了留住潜入之人 乌郎甩手丢出祖传的手里剑 怎料那人只是轻轻地挪动身体 便轻松躲过了乌郎的手里剑 看着仍在快速逃跑的熟悉背影 乌郎一时间也有些疑惑 此人到底是谁 可他又怎么会知道 刚刚轻松躲过手里剑的人 正是与自己生活两年的妻子 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 等他们回到医院所在的房间时 医员已经弃绝身亡 这一切的证据 无不再表示 潜入之人就是凶手 殊不知离开家后 来到妹妹家中的盈盈更加懵逼 原来昨晚的他并不是为了行刺 而只是为了找到医员可要的证据 等他解决完外围的守卫 进入医员所在房间 刚拍好证据 怎知此时的医员 竟早已停止了呼吸 更令盈盈感到诧异的是 身为轻功高手的自己 居然会被手里剑伤到 妹妹则看着盈盈的伤口 忍不住开始吐槽 敌对的伊赫竟还在用手里剑 实在是太过落伍 另一边 医员的体内由于检测出毒药 加上对方能够躲过乌郎的手里剑 他们当即判定 刺客一定是他们敌对的假和忍者 因为乌郎与刺客进行过接触 所以他也顺势成为调查此时的负责人 可乌郎又怎么会知道 昨晚行刺的高手 就是自己的妻子 而且妻子的离开 让他工作的心思全无 看着手机内全是未读的信息 他决心改变自己的懒惰毛病 他说干就干 忙从沙发上起身 开始打扫房间的方方面面 途中他还不忘 将自己整理屋子的样子 发给自己的老婆盈盈 但此时的盈盈只感觉乌郎很烦 完全不想搭理他 次日一早 乌郎本打算 如昨晚一般按时回家打扫卫生 怎料鹦鹉却告诉他 今晚去酒吧有惊喜 随后便转身扬唱而去 晚上 看着乌郎坐立不安的鹦鹉 让他不要着急 等会有重要的人要来 谁知盈盈这边 他的大师姐看着手机内 乌郎发来的125条消息 忍不住发出惊叹声 随后更是直接点开了两人的对话 尽管盈盈连忙前来阻止 可已经为时已晚 她看着聊天中的对话 已经变成已毒的信息 盈盈表面看上去十分抗拒 但她看到上面 一条条关心的话语 以及自拍 盈盈仍旧感觉心中一阵温暖 恰好此时 师姐与师妹提出句忍者酒吧 盈盈也只能跟得出去 可他们并不知道 此时的乌郎也在忍者酒吧中 乌郎看着消息变成已毒 忍不住兴奋地站起身 连忙又发了一条消息 盈盈看到乌郎发来的消息 忍不住轻声一笑 最终没能忍住 转身离开酒吧 打算原谅自己这个邋遢的老公 而此时的乌郎 全然不知这件事 发小音无所说的惊喜 在消息发出去的同时 也来到了酒吧 来人是一鹤大小姐 小叶 她也正是乌郎的青梅竹马 当她听到乌郎即将离婚的消息 心中本来是没的想法 再也没能忍住 迸发了出来 等送乌郎回到家门时 她立刻对着乌郎 表达了自己的爱意 恰好此时回家的盈盈 却发现家中一如既往的乱糟糟 正当她失望的准备再次离开时 刚好看见被乌郎修补的书本 义住的嘴角又再一次扬了起来 万万没想到 就在这时 盈盈却突然听到窗外的动静 刚一拉开窗帘 就听到了乌郎被表白的声音 她心中顿时只感觉咯噔一下 刚处理完小叶这里的事情 乌郎一转头 看着家里亮着的灯 兴奋的她以为 盈盈回心转意 可无巧不成书 因为盈盈看到了刚才的一幕 两人又是一番争吵 最终搞得她们又一次不欢而散 次日一早得到指令的盈盈 来到一处伪装的小池滩接到任务 本次她的任务 是阻止医院演讲现场的爆炸 然而她完全不可能知道 这一切都是贾赫散发出去的诱饵 而贾赫的真正目的 就是吸引一鹤上钩 为了提高任务成功率 上次要求乌郎等人 带着家属参加活动 听到此处 乌郎马上提出反对意见 因为她想起这两天 自己与盈盈的摩擦 她只感觉 盈盈不会答应 与自己一同参加活动 可好既有应无缺告诉她 这也许是她与盈盈重归于好的机会 不得已 乌郎找到了盈盈 简单说明情况后 连忙从衣服里 逃出早已准备好的活动传单 盈盈看到后瞬间呆住 她也心中忍不住吐槽 真是瞌睡了就有人送枕头 当即答应了乌郎的请求 而本以为盈盈不会答应的乌郎 听到老婆同意的声音 她瞬间有些懵逼 乌郎只感觉 今天的盈盈实在是太温柔了 殊不知 盈盈此时也在开心 可以不用隐藏身份 进入会场了 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 两个各怀鬼胎的人盛装出席 抵达会场的第一时间 两人的眼神 就不断在会场乱描 乌郎试图发现敌对派的人者 盈盈则寻找 隐藏在会场中的炸弹 此时距离炸弹爆炸仅剩下一小时 全然不知危险即将靠近的家庭主妇们 三三两两 聚到初次见面的盈盈身边 吐槽家中老公的邋遢 殊不知 他们的人者老公 此时正躲在角落里 商量着任务细节 可令他们想不到的是 等他们商量完刚一出来 就看到鹦鹉的女儿在树叉上玩耍 并且不小心从上面栽下来 好在 见此情形的盈盈 连忙使用轻弓 快速接近鹦鹉的女儿 接触了差点衰落的女孩 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在场所有人目瞪口呆 盈盈只好敷衍说 自己从小就跑得很快 见女孩危险 就没多想跑了过来 正好此时 一个不速之客 出现在盈盈面前 而此人 正是之前同乌郎表白的小叶 他到这里的目的也很简单 就是为了给忍者们 传达伊赫首领最新任务 他告诉众人 本来用以诱敌的炸弹 此时已经被换成了真正的炸弹 乌郎听到此处 心中顿感不妙 他们现在所做的岂不是成了谋杀 他忍不住向小叶询问原因 起料他却信誓旦旦的说 这一切都是为了一鹤一族 即便心中万般不愿意 但身为仁者的他们 也只能听从组织的命令 很快议员抵达现场 距离炸弹引爆的时间也愈发靠近 一旦炸弹引爆 议员也将被炸得粉身碎骨 可令在场众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明明事件已经到了 想象中的爆炸并没有发生 原来早在昨晚 盈盈就已经找到了安装炸弹的人 并从此人口中逼问出了 炸弹安放的位置 然后提前进行了拆除 见想象中的危机并未发生 小时美联盟来到盈盈身边 称赞师姐的机制 可他们并不知道 一鹤还将一枚备用炸弹 放置在了流影台中 就在盈盈以为危机解除的时候 他也收到了备用炸弹的消息 他眼看炸弹靠近引爆时间 一咬牙一跺脚 冲着一员所在的位置就跑了过去 而这一幕恰好被回头的雾狼看见 他顾不得多想 跟随盈盈 一个箭步就将其扑倒 下一刻 爆炸声从空中传来 两人顿时感觉有些懵逼 原来隐藏的备用炸弹 被准备离开的盈盈小师妹发现 于是他为了防止发生意外 将炸弹扔向了空中 可爆炸声 依旧引得现场一片混乱 盈盈出神地看着不顾危险 救下自己的雾狼 一个不注意崴了脚 回家的路上 他也只能让雾狼 背着自己回到家 并且在途中 盈盈也忍不住回想到 以前自己处在危险时 一直也是雾狼 不顾一切救出自己 谁知 正当盈盈回忆美好记忆时 两人的一切 都仿佛向着好的方向正在发展 但回到家中 雾狼不小心撞掉盈盈的包 从里面赫然调出一张 标记的炸弹的方位图 而回到房间的盈盈 此时也察觉到了异常之处 他不理解 为什么雾狼能够提前扑倒自己 这一切 好像是雾狼提前预测了炸弹所在一般 等盈盈收拾好衣服 他心中满是疑惑的走出房间 雾狼见状 也是赶紧收起方位图 以炮茶为借口 走到一旁思考今天发生的事情 由于实在是想不明白 于是雾狼打算 亲自询问一下盈盈 谁知 盈盈居然率先开口 询问雾狼是怎么提前预知爆炸 突如其来的问题 打得雾狼猝不及防 所以他索性说 因为自己看到展板差点倒地 怕他受伤才会这样 对此盈盈也表示了点头认同 而当雾狼问起 包里掉落的方位图 究竟是怎么回事时 盈盈简单思索一番后 他告诉雾狼 因为那个地方是朋友推荐拍照的地方 令人没想到的是 如此离谱的理由 雾狼竟没有丝毫怀疑 直接相信了盈盈的说辞 于是 两人也暂时打消了猜忌的心理 而此时一同参与行动的鹦鹉 在家中翻看监控录像时 发现了监控中不对劲的地方 知道其身份的妻子阿花 看着愁眉苦脸的鹦鹉 联邦上前关心她 可鹦鹉却冷漠地表示 让阿花不要多管闲事 次日一早 令所有人感到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鹦鹉带着监控视频神秘失踪 由于鹦鹉参与了上次的任务 他也因此成为 泄露炸弹的嫌疑人 所以雾狼必须尽快找到鹦鹉 为他洗脱嫌疑 与此同时 因为鹦鹉的失踪 阿花来到她的好基友雾狼家中 试图知道鹦鹉的踪迹 更令盈鹉没想到的是 身为一鹤大小姐的小叶 竟也亲自登门拜访 让鹦鹉忍无可忍的事 身为客人的小叶 与阿花交流的过程中 不停说着自己与雾狼关系密切 同时 她也没忘此行的目的 悄悄地询问阿花 有没有找到鹦鹉的踪迹 等到盈鹉做完下午茶 几人交谈间 鹦鹉说 因为双方都暴露出了自己的缺点 所以感觉婚姻很失败 殊不知 这正是阿花想要的夫妻生活 带几人喝完下午茶 临走前 小叶忍不住嘲讽 鹦鹉根本不了解真正的雾狼 小叶说完之后 就直接离开了雾狼家里 气得鹦鹉差一点没忍住 就要抱起走人 另一边 雾狼这里也终于找到了鹦鹉 而鹦鹉所躲藏的地方 正是两人从小玩到大的秘密基地 鹦鹉之所以会带着监控视频失踪 全因他在宴会中 无意间撞到一位女人 而女人不仅不生气 甚至还夸鹦鹉很帅 这也导致 他不小心露出了诸葛的表情 正这个表情太过羞耻 不得已之下 他只能选择逃避 晚上 根据雾狼的指引 盈盈带着阿花找到鹦鹉 气氛的盈盈表示 能不能不要再瞒着阿花 自己悄悄跑出来 其料鹦鹉完全没当回事 他认定 阿花知晓自己人者的身份 所以他理所当然地以为 阿花会理解自己的行为 谁知阿花此时却不乐意了 大声说着 自己长时间以来 一直努力扮演善解人意的妻子角色 他希望 能与鹦鹉互相更加坦诚地面对 得知妻子心中的想法 鹦鹉也知道了 他以前有多么地忽视妻子的感受 眼见两人重归于好 乌狼也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于是他主动提出 希望自己能和妻子重归于好 就在两人恢复如初的第二天 乌狼受到召见 上次告诉他 敌对势力的监控视频找到了 并且他希望乌狼能够上前指认 然而当乌狼看到视频中 那个受光的身影时 一种不妙的感觉油然而生 因为他很清楚 视频中那个人的动作 明明就是鹦鹉经常做的 所以他赶紧敷衍了过去 他实在是无法想象 朝夕相处的妻子 怎么可能会是敌对派忍者 可眼下 他只能回到家中 在想办法确认 鹦鹉的正式身份 于是他拿出手机翻看日期 试图在里面寻找 盈盈这段时间的异常 结果不想不知道 一想吓一跳 乌狼发现自己每次外出执行任务 盈盈也总会莫名的离开 再加上 他从盈盈的包内 发现了炸弹方位图 乌狼越想越觉得 自己猜测有可能是正确的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他决定进入密室中 翻看一下关于贾赫的点击 结果当他得知 因为贾赫善于用读 所以经常会从事医疗行业时 他才回想起 盈盈的职业也是医生 而全然不知自己暴露的盈盈 接到妹妹的电话 马不停蹄来到医院 看望身重疯独而休克的姐姐 得知姐姐很有可能醒不过来 盈盈和妹妹请求父亲 希望她能够使用祖传的续命之术 将姐姐救回来 起料两人话音刚落 父亲就拒绝了两人的请求 便且向两人说明了 不用续命之术的原因 原来 年轻时候的父亲不仅帅气 而且还曾是贾赫的上人 他通过跟踪敌对党派议员秘书 突拍到了议员行贿的证据 最终成功推翻了敌对党派 而那名秘书也成功被捕 可谁知在半年后的某天 他的妻子与大女儿被人下了剧毒 躺在家中不省人事 为了救活大女儿 他不得已 使用祖传的续命之术 但又因为 秘书只能使用一次 所以他也只能眼睁睁看着 可怜的妻子离开人世 那名秘书 同时也是一鹤的人者 话音未落 中毒的姐姐 也从昏迷中缓缓醒了过来 好在因为姐姐常年修行人数 体质异于常人 让她从死亡的边缘走了回来 见大女儿已经安全 所有人心中的阴霾 顿时一扫而空 回到家后 父亲决定 将续命之术传授给盈盈 并且给了她相关一鹤的资料 原来 现在的大多数一鹤人者 都潜藏在快递行业 一鹤在东京的总部 也正是这座城市的邮政公司 听到此话 盈盈这才想起 乌郎貌似也在这个公司上班 可是她完全无法想象 反映迟针的乌郎 怎么可能会是忍者 父亲却突然打断盈盈的嘲讽 并告诉她 一切小心未上 于是回到家后 盈盈打算试探一下乌郎 好在最后 盈盈还是没有动手 但她为了查明乌郎的真实身份 通过定位锁定了乌郎的位置 随后盈盈一路跟踪她 来到了一栋大楼前 甚至看到了乌郎与小叶 一起进入其中 还不等盈盈弄清状况 同为快递员的乌郎 好兄弟鹦鹉 也紧随其后 进入到大楼内 本有一头污水的盈盈 更加摸不着头脑 可就在她低头的一瞬间 看着大楼的名字 忍不住拼出了 义鹤祖传的名字 福布伴葬 这让她心中忍不住怀疑 难道这栋大楼 是一鹤的总部吗 而正如盈盈的猜想 这里确实就是一鹤的总部大楼 满怀疑问的她回到家 正在发愁 该如何确定身份的时候 碰巧看到了一旁不规则的书柜 轻轻拉动之下 这才发现了里面 乌郎的密室 由此 两人这才彻底确定了对方的身份 得到使锤证据的盈盈 从隐蔽处掏出各种武器 紧接着给乌郎发去消息 等乌郎回到家 两人虽如往常一般笑脸相迎 可他们背着的双手 却也全都握着武器 随时提防对方出手 很快 两个已经知道互相身份的夫妻俩 看似平静地坐到对方面前 正当他们暗自较劲的时候 恰好牛排烤好了 乌郎正准备起身拿刀 可依旧是被盈盈抢先一步 煞世间 一股良意涌入乌郎的脑中 正当他思索该如何是好的时候 一抬头 竟发现明晃晃的餐刀就在眼前 于是他再一次 忍不住咽了一口口水 好在盈盈此时并未发难 可由于假喝善于用毒 乌郎面对盈盈递来的牛肉 迟迟不敢下口 直到他看见盈盈吃下一口 这才敢放心吃掉眼前的牛肉 最终 两人还是平静地度过了晚餐时间 他们也很有默契一般 餐后并没有立刻向对方发难 依旧如往常一般 一起洗漱 甚至盈盈还表示 要在沙发上休息一晚 然而刚一关灯 两人就各自 走向了自己存放武器的地方 随后更是躺在床上决定 明天一早就摊牌 果然就在盈盈起床的同时 两人一路从客厅打到厨房 简直就是招招不致命 正当两人激战时 门铃突然响了起来 原来是积极纳税送来的螃蟹到了 于是两人只能暂时休战 接收快递 快递员见两人如此恩爱 也忍不住交口称赞两人 但是就在快递员出门的刹那 就这样 两人互相提防着 面对面捧着螃蟹放入冰箱 紧接着又是一番切磋 最终他们也是互相承认的身份 可丈夫此时却好奇 为什么盈盈要和自己结婚 就在两人招招不致命的情况下 一打就打了一上午 正当两人打得难舍难分之计 恰好鹦鹉一家人 暗想了乌郎家的门铃 原来他们为了感谢 盈盈上次保护女儿 这才带着礼物登门拜访 更令盈盈没想到的是 鹦鹉的妻子阿花 也是一鹤忍者 为了防止鹦鹉一家 看出家中异常 两人当即决定暂时休战 开始慌忙收拾房间 但好巧不巧 正在房间内玩耍的 鹦鹉人褶迷女儿 恰好发现了遗落在地上的手里剑 随后更是直接拿起手里剑 对着盈盈就射了过去 好在盈盈及时阻挡 这才避免了事故的发生 但这也导致 盈盈的身份差点暴露 就在两人思索 该如何是好时 没想到 鹦鹉竟直接提他们解了围 两人一脸嘎笑的 接受了鹦鹉的说笑 乌郎也顺时说 这只是机器零件 现而避开了鹦鹉两人的怀疑 为了防止出现破绽 乌郎与盈盈 拿出12分精神相互配合 看起来甚至比以往都要恩爱 就在几人交谈之时 一旁鹦鹉的女儿还缠着乌郎 带着她出门买冰棒 由于担心乌郎在外面耍花招 盈盈赶紧发信息警告乌郎 令她没想到的是 身份暴露的乌郎也不装了 直接发来一个忍者表情包 表示自己收到了信息 等乌郎走远后 阿花再次表示 羡慕两人的爱 鹦鹉也说 自从他们两人在一起后 乌郎也改变了许多 听到乌郎好兄弟说出这番话 盈盈的心中 不由得一阵感动 可此时的他们 却对此身不由己 因为贾鹤与一鹤 自古以来便是对立 就这样 等鹦鹉一家离开后 两人关上门 继续开始了没能结束的大战 两人从太阳钢准备落下 一直打到夜幕完全降临 就在两人中场休息时 他们又开始想起 曾经身为普通人的两人 过去那些种种美好 两个人 两年的夫妻生活 要说没有舍不得 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但毕竟身处敌对阵营 很难再次走到一起 于是两人再次死打了起来 然而就在两人精疲力竭时 他们再也无法藏匿彼此的爱意 在客厅内 相互拥吻在一起 殊不知 此时一鹤总部内 银银的身份也即将暴露 而这一切 都是因为不久前 他察觉到 乌郎看过视频后 有些反常的感觉 这才打算重新翻看录像 起料 通过那晚行次议员时 留下的监控录像 小叶竟真的发现了 与银银脸型 十分相似的刺客 而另一边 银银父亲也通过最新情报 锁定了乌郎的真实身份 与此同时 全然不知身份暴露的两人 互相诉说着 这段时间任务 途中遇到的问题 并且银银也特意表明 在自己进入议员的房间前 医员已经死亡的事实 乌郎听后 毫不犹豫的选择相信 银银所说的话 就这样 为了守护爱情 乌郎决定找出真凶 为银银洗脱嫌疑 可还没等乌郎这里有所行动 不仅是一鹤大小姐小叶 就连贾贺的人也找到银银 出言提醒 正当银银对情报人员的话 感觉到一头雾水时 小叶净突兀地出现在她的附近 小叶静止走向银银 并邀请她来到咖啡厅 一起喝下午茶 甚至在交流的过程中 还不停地对着银银发出试探 这时 如果银银还没发现 小叶对自己有所怀疑的话 只能说 亏对愚人者这个名头了 就在她苦恼 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时 姐姐的电话突然打了进来 并且从姐姐口中 得知了妹妹小雀被跟踪的事情 而网爆妹妹之人的网名 正是很像一鹤使用的手里剑 这不得不迫使两人怀疑 对面之人 很有可能就是上次炸弹事件中 因为妹妹丢出炸弹避免了灾难 导致一鹤生起疑心 所以派出来试探的一鹤忍者 可当盈盈告诉乌郎这件事时 乌郎却告诉她 一鹤不会用这么卑鄙的手段 于是 为了妹妹的安全 盈盈决定 暂时让妹妹住进自己的家中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 这一切的幕后仅有一人而已 原来早在几天前 她的包上就被坏人安装了定位装置 另一边 小叶眼见没能得到有用的线索 所以便打算试探一下乌郎 这一刻 小叶也彻底明白 乌郎永远不可能是自己的 就在小叶充满失望 思考接下来的事情时 突然一阵敲门声 打断了她的思绪 小叶跟随手下来到办公室后 他们也开始继续寻找 阻止爆炸发生的人 而通过视频监控 小叶发现 那个男服务员 剥头发的动作 令她感到十分不自然 果然 当她抱着疑惑 一次次看向监控录像时 突然出现了一个女人 剥头发的样子 与服务员 竟一模一样 而她也认出 那人正是盈盈的妹妹小雀 与此同时 为了小雀的安全 盈盈与乌郎出门前 潜听宁万嘱咐 告诉她千万不要随便出门 紧接着 乌郎刚一来到公司 同时快速跑上前告诉乌郎 她找到了跟踪小雀之人的身份 原来 她也是小雀直播间中的忠实粉丝 并且她一早就发现了那些恶评 于是她装作小雀黑粉 私信对方 与她一起谩骂小雀 没想到 这人居然真就轻易相信了同事 甚至还告诉她 小雀的书包上 被她安装了定位的事情 乌郎顾不得那么多 连忙打电话 把这件事情告诉给盈盈 结果通过电话 她才得知 此时小雀竟已经出门了 好在小雀并没有离开多远 只是来到楼下便利店购买东西 因此就在小雀即将遇息时 索性小雀在此时中并无大碍 变态跟踪狂 也被到来的警察带走 殊不知 隐隐所做的一切 都被小雀看在了眼里 为了不让粉丝喊心 小雀在得知了乌郎同时的位置后 还特意去感谢了小哥的情报 此时的小伙才知道 那个不久前来店里 对她冷漠无比的女孩 竟然就是自己喜欢的人者主播 然而 正当一切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时 小雀竟叫来鹦鹉 并告诉了她有关这一切的真相 她还声称 绝不可能放过背叛组织的乌郎 同一时间 就在盈盈正在夸赞 乌郎第一次做饭真好吃之际 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里面传出来的命运交响曲的音乐 正是盈盈贾赫一族 特有的宣告危险方式 而正当盈盈准备出门时 没想到一鹤的人马 早已经到达了乌郎家门口 于是 盈盈为了不脱雷乌郎 当即决定藏身于二楼之中 然而同时 盈盈也十分清楚 自己的老公压根不会说谎 果不其然 正当小叶说起 盈盈很可能就是贾赫的忍者时 可不等乌郎继续开口解释 紧接着 小叶拿出晚上拍摄的 盈盈用手里剑 救出小雀的照片 乌郎眼见无法摆脱 于是决定继续装傻 愿对小叶与鹦鹉笃定无比的话语 乌郎灵机一动 只好说盈盈是忍者迷 眼见无狼仍在装傻充愣 小叶只好拿出盈盈救出小雀时 展现出的高超身手 以及叫出女孩名字的视频 而且被救的女孩 明明是不久前 将他们执行任务的炸弹 丢向空中之人 小叶眼见乌郎打算一直装傻 于是他起身 静止走向厨房 根据家中餐具的温度 他断定盈盈还在家中 可当他走到楼上时 却并未发现任何人的踪迹 原来甚为忍者的盈盈 早已翻窗离开了家中 等两人离开没多久 乌郎就来到岳父家中会合 然而还没等乌郎仔细观察环境 就被突然出现的岳父亲 由于盈盈的母亲 就是死于伊赫忍者之手 所以他绝不会承认 同为伊赫忍者的乌郎 可在看到乌郎坚定的眼神 盈盈父亲的心 也不由地软了下来 但他们两人要想真正在一起 必须掀洗脱盈盈身上 杀害一员的嫌疑 于是走出房间的乌郎 决定救出杀死一员的真正幕后凶手 然而等到第二天 刚出门的盈盈就发现自己 已经被伊赫的人跟踪 就连乌郎都没能幸免 甚至既有鹦鹉还告诉乌郎 一旦被发现包庇假鹤 那么既有的家族 也有可能受到牵连 得知此时的乌郎 为了躲避伊赫儿木调查真相 因此他竭尽全力 打算摆脱对方 没想到就在他使尽浑身解数 都没能摆脱尾巴时 一个女人竟帮了他一把 最终乌郎跟随盈盈的姐姐 再次来到岳父的住所 他也从岳父的口中 得知了伊赫杀害岳父妻子的事情 这也导致乌郎心中对伊赫派所做的一切 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与此同时 盈盈也通过假鹤的情报组织 获得了与一员 有过面粉交易的犯罪团伙位置 很快 盈盈来到犯罪团伙的老巢 三下五出二的处理掉他们 并开始威胁他们的头目说出线索 然而 令他怎么也无法想到的是 头目提供的线索中出现的那个人 竟然就是乌郎的机友鹦鹉 于是 就在乌郎赶到总部楼下时 接到了来自盈盈的电话 电话中 盈盈告诉乌郎他查到的消息 乌郎此时也想起 当时第一个进入议员房间的人 正是鹦鹉 可还不等两人的对话说完 一只大手就将乌郎迷晕了过去 等乌郎再次醒来 居然真的看到鹦鹉 就站在自己面前 两人这才认定 他们已经被卷入了一场更大的阴谋 不过对于盈盈来说 眼下当务之急 就是要救出乌郎 然而盈盈万万没有想到 当他刚来到一鹤大楼总部时 一群一鹤的人者 就将他给团团围住 原本他以为 利用自己的轻功能够轻松逃走 可惜对方其实也早有准备 就在盈盈翻过一个栏杆 准备向上离开时 一群人从另一边跑了过来 千军一发之际 两颗烟雾弹出现在盈盈身边 他也没放弃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推下一个发力就跃上了高台 等盈盈越过高墙后抬头一看 他发现救下自己的 居然是乌郎公司内 他的小跟班 并且从他离开时的脚尖身影 很显然 小跟班也并不简单 但身后有追兵 盈盈顾不得多想 只能赶紧跟着这个小跟班 来到了他的秘密基地 到达基地后 盈盈才得知 原来小跟班也在暗中调查 杀害一员的凶手 正是这个时候 他恰好目睹了盈盈高抽的身法 就此他断定 盈盈不可能是凶手 所以他才现身 打算与盈盈合作 得到小跟班救出自己的原因后 盈盈也忍不住问出了心中最大的疑惑 惊讶之余 两人开始根据已有线索 进行着自己的分析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 一鹤这边已经一口咬定 凶手是假鹤的盈盈 于是包庇盈盈的雾狼 自然而然的成了一鹤的叛徒 尽管雾狼将一切都告诉了小叶 但小叶怎么也不肯相信 真正的凶手是鹦鹉 满脑都是雾狼的小叶 只当雾狼实在刻意包庇盈盈 完全不相信他所说的话 好在鹦鹉这边 因为感受到了好机友的真诚 他决定将一切说出来 原来 当初保护一元时 因为他人手不足 所以一元利用鹦鹉的家族 威胁鹦鹉替自己完成交易 这才有了那个监控画面 但鹦鹉向雾狼保证 仅此一次而已 与此同时 鹦鹉与小跟班也开始了他们的行动 两人一同来到鹦鹉的家中 首先 鹦鹉通过试探 知晓了阿花并不知道 自己是假和人质的事情后 他假借上卫生间的功夫 悄悄来到鹦鹉房间 打算搜索鹦鹉杀害一元的证据 可就在他回头的瞬间 鹦鹉与鹦鹉女儿大眼瞪小眼 好在小跟班及时赶过来 替鹦鹉解了围 一场风波就这样在悄无声息间 消灭于无形之中 接着 两人假扮警察 找到了一元曾经的专职司机 他们相信 一定能够从他口中 得到想要的线索 于是 经过鹦鹉一顿温柔的问候 司机战战兢兢的表示 一元死前曾与某人碰过面 而通过照片 他们瞬间就认出了 此人就是他们假和 上次负责保护的人 虽说调查进行盗色很顺利 但小跟班却突然收到 乌狼即将被一鹤言行逼供的消息 很显然 眼下必须先救出乌狼再说了 当晚 两人穿好夜行服 迅速展开行动 乌狼负责断掉总部的电路 趁断电的功夫 盈盈也出现在乌狼身后 可由于断电最多持续五分钟 他们不得不赶紧离开这里 但令盈盈没想到的是 乌狼不仅选择继续留在这里 还让他快速离开 然而一切都已经为时已晚 盈盈也实在是想不明白 乌狼为什么不跟着自己一起离开 原来 一扫鹦鹉就曾找过乌狼 并告诉他 如果他选择继续帮助盈盈 那么两人将受到 一鹤的无休无耻追杀 紧跟着 一直喜欢乌狼的小夜 却也给出了一个建议 只要乌狼入坠到小夜家 那么他就可以保证 盈盈的自由和安全 所以乌狼才会选择让盈盈先行离开 而此刻全然不知的盈盈 即便是落入一群人的围攻 他也全然不慌 他提出要见小夜一面 可盈盈没想到的是 见到小夜时 对方竟要给自己一个 刺杀一员的任务 为了自己老公的安全 盈盈只能勉为其难地 接受了这个委托 于是 在次日一早 他乔装打扮成记者 昏入一员所在的会场 拿出狙击枪 随时准备行刺一员 与此同时 小跟班也并没有闲着 他利用隐形斗篷 悄悄接近乌狼所在的位置 并将他给救了出来 得知盈盈的事情后 乌狼为了不让他因为自己杀人 于是他只能赶紧跟着小跟班逃了出去 但好巧不巧 就在他们离开房门的刹那 一群一鹤的忍者也跟了过来 好在小跟班丢下烟雾弹 这才让他们逃过一劫 就在他们离开大楼的同时 鹦鹉也发现了乌狼已经逃跑 可当他追上去 并准备扔出手中的手里剑时 一想到乌狼并未背叛组织 所以 最终他还是忍住放下了手里剑 另一边 就在盈盈准备动手之际 台上演讲的一员 突然表情痛苦的他倒在桌子上 保镖们健壮 赶紧带着他准备前往医院 殊不知 早已乔装打扮好的鹦鹰姐妹 早已在路上等候多时 就这样 趁着断电的功夫 他们成功击倒所有保镖 并赶来和伪装成医护人员的鹦鹰会合 原来 鹦鹰根本没有计划暗杀一员 他让小雀偷偷在对方查理 下了几包泄药 并伺机将他带了出来 因为他们知道 之前另一位一员的死亡 只有他了解内情 所以他们这才将一员带到仓库之中 打算从他口中 得知另一位一员的死亡原因 提了一员知晓他们的目的后 闭口不言 甚至小雀拿出手机 威胁他要将一切直播 一员也丝毫不慌 见对方如此淡定 银银拿出一根针 直接就给一员注射了进去 众所周知 腹蛇的剧毒如果不及时救治 那么中毒之人 就会在五分钟之内毒发身亡 见自己小命不保 一员只能说出自己知道的所有事情 原来有位高层 准备把度假村改造成合肺料场 而那个死去的一员 恰好利用此事威胁高层 这才遭到了对方面口 可实际上 面前的这位一员 并不知道真正的凶手是谁 得到自己想要的真相后 盈盈把解药一脚踩碎 一员则惊恐地抬起头 质问盈盈这是在做什么 但盈盈对男人的话毫不在意 转身就离开了她的视线 就在盈盈即将出门之际 她这才告诉一员 刚刚注射的不过是葡萄汤而已 就在这时 乌郎也赶过来与盈盈会合 二人装扮成网红情侣 根据一员给出的线索 赶紧来到度假村中 试图获取情报 通过路人的对话 两人也很快得到了想要的情报 而那个所谓的高层 其实就是小叶的父亲 一郎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 此时的一郎 正身患绝症躺在病床上 并且真正的幕后真凶 不是小叶父亲 而是身为一鹤统领的小叶爷爷 与此同时 盈盈的父亲也提起 那个杀害她妻子的人 手上有一道很深的伤口 一旁听到此话的小跟班 只感觉一阵熟悉 紧接着通过照片 他们也成功锁定了 杀害盈盈母亲的凶手 正是小叶的爷爷 而乌郎与盈盈这边 为了调查出杀害一员的真正凶手 他们再次来到一员与此的房间内 果然在一堆杂物后面 看到了一个通风管道 当一切事情逐渐明朗 他们即将离开之际 乌郎隐隐感觉到 身后传来一阵杀意 袭击他们的人 正是因极度失去理智的小叶 原来在得知乌郎逃离后 小叶不顾鹰鹉的劝告 申请了动物许可 可就在次日 本该死去的乌郎 竟在一次生龙活虎的活了过来 尽管乌郎对此深感疑惑 但能够活过来就已经是万幸 于是他与盈盈度过几天快乐生活后 为了了解真相 便直接来到了小叶家中 怎料此时小叶爷爷 竟早已站在门口 等待着两人的到来 并且他还出动了一鹤的精英 将两人团团围住 接着他命下人 打开一旁的房门 里面躺着的赫然就是病重的一郎 而小叶爷爷的要求很简单 他希望能够通过盈盈家族的续命之术 救下自己的儿子 可面对这个杀害母亲的凶手 盈盈又怎么可能会答应 并且他还告诉小叶爷爷 续命之术只能用一次 并且几天前 他已经使用过了 原来 当时乌郎替盈盈挡下致命的手里剑 由于上面被催上了剧毒 所以 为了乌郎的性命 盈盈只能使用了续命之术 但早已走火入魔的小叶爷爷爷 怎么可能就这么轻信对方的话 只当盈盈是在演戏 所以开始逼迫他失术 因为他认为 他儿子必须站在这个世界的顶点 可一旁的乌郎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上前就打断了小叶爷爷的妄想 听到身为手下的乌郎 竟然敢质疑自己 小叶爷爷露出一脸不可置信 接着 盈盈拿出意愿遇刺当晚的画面 而画面中的人正是小叶 原来这一切 都是小叶爷爷爷哄骗小叶继承大任的条件 但小叶又怎么知道 这一切都是爷爷哄骗他的谎话 小叶只感觉一阵头晕目眩 不敢相信爷爷竟然这么对自己 由于盈盈拒绝失术救助一郎 小叶爷爷一个眼神 身边的人就聚了过来 怎料一旁的鹦鹉 也无法忍受小叶爷爷爷的所作所为 直接出手帮助物郎脱困 小叶爷爷爷见状 连忙掏出已经准备好的武士刀 正打算出手攻击盈盈时 危急关头 盈盈父亲突然现身 替盈盈挡下了小叶爷爷爷的致命一击 经历过短暂的护博后 盈盈父亲突然收起刀 所谓的人者之心 其实说的就是 牺牲自己保护组织的人群 可现在为了一己私欲 小叶爷爷已经彻底失去了这样的心境 很快 小跟班带来了总部的调查组 小叶爷爷立刻就会被带走调查 盈盈父亲件事情已经解决 也转身潇洒离开 盈盈在亲了一口乌郎后 选择独自离开 事后 乌郎收到了来自盈盈的一封信 信中盈盈告诉乌郎 如果到了一鹤与贾鹤不再对立 两人一定会重逢 乌郎看完信件上的内容后 悲痛地拿起盈盈做的最后一餐 时间如白居过细 两年的时间悄然流逝 小叶一家不仅入狱 而且私下的所有事情 全部被公之于众 重新恢复家庭和睦的鹦鹉 不仅要了二胎 还直接胜任为分部的局长 一鹤的总部也应赖一代明军 代替曾经小叶一家 此人刚好也是小跟班的母亲 新任明军也没有让人失望 一上来就改变了一鹤的阶级制度 而国家寡人的乌郎 再次回到与盈盈最初约会的地方 影片到此结束 一部很像电影史密斯夫妇的剧集 但不同于美国的激烈战斗 这部剧中融入了更多的日本元素 清风搞笑的氛围 让人看着心情愉悦 如果有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观看一下原剧集哦